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次又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鮮的東西 之前在我的頻道很少介紹Pocoquillum 又很少介紹一個獨立屋苑 我們今天會看一個掛牌價是88萬8 它是一個79年的獨立屋 它是屬於比較細型的獨立屋 就是我們這一間 它的土地面積是2973呎 室內的面積是1400呎 大家可以當它想像做一間Town House 但它比Town House比較好 因為裡面有四間房間 上下的面積都可以 而且它是獨立的 變成它沒有黏住隔壁 隔壁屋太吵也不會吵到你 你自己太吵也不會吵到隔壁屋 也有車位在前面 剛才為什麼說是獨立屋苑 其實是溫哥華比較少這類產物 這裏有Portco會多些 大家看到它也會有一條駕駛 主持人的駕駛進來的屋苑 每一間就像並排一樣 有Visitor Parking 它也有一個Strada fee 約110元左右一個月 這條費用是大家一起管理這些路 譬如有人掃雪葉 冬天有人来铲雪会做这些东西 所以是一个比较便宜的管理费 1400呎都是81元左右 我们分享完外部环境之后 我们就进入屋里看看 刚才说了挂牌价是88万8 相对来说虽然屋尺寸不算太大 但至少有自己的地 所以如果大家在想一百万楼下 除了townhouse还有什么选择 这也是一个选择 不过年份不太新 1979年 所以都会有一些保持 这家屋的话 上手屋主和这手屋主 都一直有做不同的维护 屋顶有新换过 像这些墙壁都保持维护 这些是维护的 即是胶板相对来说是比较充满 我们看完前年的车位 现在就进去看看这家屋 这家是什么房间 财物房是吗 有时屋外有些充满屋 它自己上了所有室外的室外 有些室外的室外室 有些旧的townhouse都有 自己的室外室 我们进来看看 室内面积是1400尺 分两层 上下 下面都有客饭厅的空间 大家看到我现在踩地板 屋主已经换过了 所以都是比较新的 但长壁和天花 这些是比较旧的原装 等一下 我踩到哪里 我踩到玩具 继续吧 我们进来这边 其实是客厅的空间 接着这边就是饭厅 现在都是原屋主的家司 到时卖了之后 屋主就会搬走 饭厅再过来这边就是厨房空间 它是一个U-shape的厨房 上面的櫃都是储物空间 但因为有人住在这里 就不打开给大家看 这边有一个烤炉 它是用电汽的 不是电汽 是用电来发电 所以是没有汽油 然后这边是洗碗碟机 双升盘 这边是窗口位 现在它闭上了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边有多一个用适的空间 但是这个里面是原装 有烤炉 出到去的话 它也铺好地板 但是这里就没有烤炉 多要处物多 夏天的时候 就会多些作用 这里有些天窗 都挺光亮的 然后这里的窗 再看出去 大家看到这一个 slider外出去 就是它的后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觉得这一类型的毒 当然这家屋主 好像没有太认真打理这个后院 但如果大家对原装 好像我妈妈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带来得漂亮 外面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一类型是一类型的 也是属于这家屋 两年 咦 屋主应该种了这些庙 不知道是什么 很有趣 那些是葱 我知道 然后这里有少少椅子 可以出来坐 后院也有一些树 所以也叫做有些障碍 不是直接就看到旁边的屋 这些小屋的好处就是 你要打理的面积不是太多 就是后面那块草地也很小 而且因为有Strada 所以Strada也会帮你去剪草的夏天 然后我觉得空间感会多些 比起传统Town House 好 我们看完厨房进来 这边有些储物空间 然后这里有一个Powder room 加上laundry space 这边也很光亮 也挺光亮 这里有个窗 所以它不是黑刺 看回是旁边的外场 然后这里有个洗手间 有个Sink 然后是side by side的washer dryer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储物空间 也有灯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回到门口位 这间屋是用Baseboard 所以家里不同的位置 都会有这些和有些控制 我们上一上楼上看看 它楼梯位转角 这边也有很大的窗 所以光都可以在这边进来 中庭位比较光亮 另外也看得出这些窗 其实是换过的了 是2014年的时候换的 就不是原装79年的窗 那是2014年 写着的 2014年 我们上到来 右边就是master bedroom 哎呀 有个step看 因为是79年那时的设计 可能比较 以前少少少 它没有做到过en suite 所以它纯粹是一间房 然后这边就放了queen size床 还有位置放东西 自己主人房也有一个露台 露台外面是铺了一些膠 这些叫什么都是vinyl 露台望出去这边也挺光亮的 应该这间房子是向东 又是向东 现在的太阳是向南 所以早上都会挺光亮的 这里是双门衣柜 我们去看另外几间房 总共四间房 刚刚看了主人房 然后到这边就是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很光亮 因为上面有天窗 然后这边还有窗 所以光亮而且不是黑色 这里有些储物空间 是浴缸 上面有一个浴缸 这个洗手间的桌面 都是新换过的 就是quartz那些 不是原装的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 另外这边两边都有些房 这里有些树被遮住 所以现在是暗一点 可能下午就会光亮一点 所以我想这间就算是summer time 向西边 西斜的问题都不会很严重 因为有些树房 你挡一挡 都挺舒服的 有些借阴 这里又是双门衣柜 旁边一样方向都是向西边 现在屋主要都是把房子 当做住民空间 每一间房的size都decent 放商人床加床头柜没问题 深度都应该可以放多一张桌子 或者dresser 最后一间我们未看的就是这间房 现在都是storage space 有床放在这里 这里暂时有些衣架屋 还没清理好 这个望出去都是向东 跟我们刚才主人房 望出去的方向一样 不过我们的前面多些private 有些树叶在这里遮住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这间房子就已经看完了 很简单很storage forward 两层上下不用走太多楼梯 四间房 然后一个full bath 下面一个half bath 我们现在又重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间房子的地理位置方不方便 因为其实它是位于Port Coquitlam 刚才说过我们这个区没有怎样介绍过 Port Coquitlam也很大 其实Port Coquitlam其中一条的主街 就是Cost Meridian 我想离开这边的人都试过 南北朝向 去到最南就是Port Coquitlam 很大的train station 有很多火车停在那里 train station的围绕住 全部都是不同的商店 Costco 吃的饮食 不同的superstore 那些supermarket都有 一路向北Cost Meridian 上到最高就是Bird Mountain的山脚下 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几间townhouse project 都是这条路直上去的 我们这边其实地理位置 如果是in terms of去买东西 就很方便的 最近walking distance 就是这里向上斜走一点点 这边已经有个mall 有safe on food 还有超级市场有些吃东西 如果大家想去一些大一点的地方 我们现在的目的地 其实就是向南 开车大约6分钟 去到这一个商场 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去Kai Japanese Restaurant 上次有朋友住在Cocquitlam 跟我们说过这间都挺正的 日本东西 直接是有bluefin tuna 所以我们今天去试一下 看看座有没有 第二次去那间地方吃东西 OK 我们走走走 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Poccoquitlam 是我和鸡仔 来到温哥华 最先熟悉的一个城市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江湖全民 Poccoquitlam考车 是特别容易过的 这个未经核实 我都在这里考了两次才通过 但至少我通过了 我们之前也遇过一些朋友 在这里很多年 一直在Richmond考 靠考六七次都是不过的 还是拿着N牌 我们当初就选了Poccoquitlam 所以我们经常来这个踩点 练习 甚至是跟踪去ICBC的中心 跟踪那些考骸官 看他走什么路线 因为这边没有香港那么有名文 说ABC三条路线这样练习 很多时候考骸官都会有他们的 选择指你走哪里走哪里 我们就唯有过来这里自己练习 然后跟着考骸官 所以这个地区已经熟了 熟下了很多 也是我们最先熟下的区域 我们现在准备转过去 你看 还没那么快 下一个 咦 这里是Costco 是的 这里已经是其中一个Mall 它的Mall很大 Costco就是在这里 Costco在前面有McDonald 有Sleep Country 是卖床褥之类 后面有Safe on Foods 有超级市场 这个Mall一直进去 我下一个转进去的位 转进去前面也是 前面有Canadian Tire Home Depot 有我们想吃饭的东西 还有还有超级市场 Walmart也在前面 所以这个地区 整个地区 都是 这个是Low Heat Highway 所以整个地区 都是买东西 吃东西方便便民设施 这条路都很繁忙 很善行 在温哥华已经算是大马路 这条叫Highway 没错 这条叫Low Heat Highway 但限速60km 对了 还有一个原因 为何当初在Poco考 就是因为这条路 再快都快不过60km 就不像Bernaby 或者Highway 1 上去便是80km 90km 对我当初的新牌子来说 难度会比较高 所以 但我只差了一条Highway 我超重 超过60km 糟了 我现在走错的方向 我们的Kaisushi 好像在左手边 好 我们去吃东西了 现在 真的很开心 一开完工便可以吃东西 吃东西就变成开工的一部分 绿了就死了 你是不是没绿了 没有了 停了 是吗 Kai 我跟谁说Kai 你不是Kai 我 我是Kai字背 不是 我是Kai字背 开了 应该在这里 门口在哪里 在这里 Kai 不过 Lunch Set好像挺漂亮 我们叫个Lunch Set Lunch Set 那就是我们一个Kai A Kai C 好 就是这样 不是 我想看它有没有Blue theme channel 我另外叫的那些 Lunch Set一定没有 除了刚刚那些Lunch Set 它还有一些Specials Oturo和Tuturo 就是我们今天叫了 最肥美应该是Oturo 我也想试试Tuturo 我们待会看看它来的时候 质量如何 我们还叫了Forgra Majeria 又来看看 等一下好不好 我们的东西都齐齊了 糟了 我有点害怕 over order 原下是有什么呢 可以回家慢慢吃 这个是Set menu 就是这样一盒 我叫了那个Set menu 就是Sashimi 我将它那些普通三文鱼 大西洋三文鱼 换了做Wild Salmon 这些是亲牙鱼 接着这个是Stellar 这个是天婦萝 有些菜 有个汤 然后有些类似面 有个虾的配菜 我就叫了这些 鸡仔那一套 就是Teriyaki牛肉 接着这个天婦萝 也可以换成一串鸡 你这个好像是烧鸡 这个是什么 不知道 可能这样是一个 是不是 不知道 总之它有些不同 我刚才暖又不选 我们再加了这个 鵝肝瘦鸦寿司 还有这里的Signature 就是Blue Fincherna 一个是Otoro 一个是Tutoro 肥仔的那个 应该就是Otoro 最肥的 就是其他寿司店 有没有那么肥 对 它真的没有那么肥 因为Toro 或者Blue Fin 会再分 它还有一只 我们不会叫那只 好了 我先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试 因为这个冰了不好吃 你也试试 先试试试试 等一下 有没有味道 你能吃真一点 有 我喜欢吃这个 这种 热吃一点的鵝肝 所以我们选择 吃法国餐的时候 它那些 凍食的鵝肝前菜 可能是用了牛油 还是怎样的 这种好吃的 你快点试试 这么快就要浓 我试试 那些 法国餐 对 在凍食的鵝肝 是加了料 加了芝士 还是牛油 凍食 你觉得浓了很多 我觉得这种好吃 有很多油 有很多油 那些油 滴入我的饭 对 好 我来试试一块 这个是网肥的 对 先试试 这块很滑 OK 不错 不懂得怎么形容 肉汁鲜味 有少少腥 有 但我很喜欢这些腥味 拿得挺新鲜 试试 我试试 试试最肥的块 好 真的很肥 很夸张 让我试试 我试试 我们看到它 簡直是一折一折的肥膏 来试试 来试试 吞拿鱼 这个 它会比较軟 是吗 我觉得没那么腥 但你明显吃到那种肥肉 哇 这个是吞拿肥仔 我试试 不是这个吞拿肥仔 这个部位是肥仔 很厉害 脱了肥仔 看镜头 怎么样 直到不说话 我拍一下这个 不是 它很软 对 整个肥猪肉 你觉得有没有腥味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腥 没有什么腥味 但是呢 那些油呢 是啊 掛在口中 我现在还在吃那种油 味 那你再试一下 Tutoro 试一下 这个我觉得吃到明显 腥味重一点 没那么肥 我觉得容易入口一点 这个腥味重一点 这个又是我最喜欢的腥味 这个都OK 我其实觉得Tutoro 我其实觉得Tutoro 这个根好像没有那么多 是啊 我觉得Tutoro 在我的高度 其实这个已经足够了 我也觉得是 这个已经足够了 它滑一点 这个好像有一条条 有一些小小的筋 在里面 接着回来我们这个 Wild Salmon 这些普通Turna 完全不同 这种粉红是暗淡很多 哎呀 这种粉红 但是这些呢 Blue Fin的粉红是粉嫩很多 那些色彩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差不多10元一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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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元一块 这些很贵啊 不是八个多 九元 什么都不留给我的 因为是一人一半的 对啊 那一块不用给我的 我先吃一下 那呢 买单看看多少钱 这个是我 Sashimi Sushi 的餐 20元 但是我换了 做Sok Ai 即是 Wild Salmon 就4元 接着 阿基仔的牛肉餐 就是19元 然后我们叫了Otoro 就29元三片 Chatoro 就25个多三片 然后Fugra 就15元两个 加上买卖 就14元 那我们有5% 不是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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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有GSP 5% 就120元 那还要再加Tips 所以买单差不多 130多 140 好 好吧